梁骏说事 新闻有大有小 观点可深可浅 关注中国社会人情冷暖 世事摆排 时局官场风尚剧文 锁定明镜火拍 梁骏说事栏目 梁骏说事有事就说 好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电视的梁骏说事 梁骏说事有事就说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最近在中共召开的这个 啼笑皆非的这个两会 前面我们说了有这个戏剧性的表演 领导人的错别字 各种荒荡的表演 今天我们来讲讲 这个两会的委员代表们 提出的一些越来越疯狂的一些提案 首先来看到是这个 中国的一个家电企业的一个 算是巨头吧 格力空调的董事长董明珠 这一次两会带的一个提案呢 是说这个 偷手机的要判十年的有期徒刑 捡了手机不还的 要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 大家听着有点这个 像是精神病不正常的人讲的话 于是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博主呢 就说这个董明珠啊 你作为一个代表委员的身份 是吧 你应该和礼仪要珍惜利用这个 人民赋予你的权利来提一些好的建议 首先我就说这个法律博主 他看来是不安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国情 不了解这个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这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他们的权利就压根不是来自于人民 而是来自于这个政权 来自于中共 所以他们说话提建议 他们只要对中共 对这个政权负责任就OK了 完全不要理会这个人民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 所以这个董明珠提这个建议呢 首先我们说他起码一箭二雕 第一呢 是说他首先这个格力空调啊 他自己打算要开始生产手机了啊 他不满足于生产空调以及这个冰箱家电 他要赶上中国这个好时代 什么好时代呢 因为中共政权现在要开始建立一个 覆盖中国全民的这样一个监控信息网 中国官方把他叫做信用 公民信用这个制度来建立起来 说是要给这个公民呢 建立一个信用的考核机制 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用这个大数据的手段 来监控百姓 那么这个时候 除了华为啊 除了这个中兴啊 格力也打算进入这个市场 来跟这个中共一起 把这个监控民众的这个蛋糕做大做强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将来的这个手机 中国已经慢慢的进入5G时代了 而这个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呢 都在开始这个恐惧5G 为什么恐惧5G呢 是因为5G啊 它带来的就是这种无死角的 你的信息没有任何隐藏的 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你打一个电话 人家就知道你住在哪儿 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你们家有几口人 你的性别是男性是女性 所以你的基本你的信息 包括你银行的存款有多少 你的信用卡透支了多少 你上个月去哪了 你昨天在哪睡觉 这些都知道 所以一个人基本上光溜溜的 就曝光在这个官方的面前 那你想想多可怕 但是董明珠呢 他觉得他的这个时代来了 于是乎他要把这个提案 先超前的先放上来 第一是让这个民众啊 或者让官方啊 有一番这个舆论 最重要的呢 就是给官方 我说他一射一箭射尔雕嘛 第二尔雕呢 就是让这个官方 通过他的这个提案 似乎找到了将来 在那样一个全民无死角监控的时代 合理合法的来避免自己的这种职责 就是小偷 将来这个民众的信息 被这个侵犯了之后 他就可以说 是小偷 是这个这个人 他透了你的手机 结果他把你的信息 都给贩卖掉了 但是这个信息 是谁收集的呢 是官方收集 但是官方啊 他会避开这个责任 那么这时候董明珠 董大小姐 就给中国政府 将来可能会出现的 这样一些问题 找到了一个最好的 一个解决途径 那么就把这个罪 全部定在了这个小偷身上 所以为什么 他要说偷手机 要判十年呢 中共这个司法体系就这样 先给你亮个形 至于这个形式怎么来的 为什么给你判这么重 是吧 他之后慢慢的给你找不回来 所以你看 他这个体验啊 你看不懂的人 你还以为 这就是个神经病 说胡话 其实啊 你要深谷这个中共这个体制 这个司法结构的 你就知道 他这个提案 没准还会得到 中共高层的赏识 还有什么提案呢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 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中共的这个人大代表 每年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 叫申纪兰 是一个这个劳模 他给了一个提案呢 说这个上网 也应该得到政府的批准 他说呢 因为啊 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国家嘛 所以哪能够说上网就上网呢 是吧 没有获得这个党的批示 没有政府的批准 怎么能够上网呢 大家看就这位啊 这位老 这位老太太啊 他这个 他说的这话呀 真的就是 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啊 七老八十的 他还能够在这个中共的政坛 屹立不倒 有人说这个 这个季老太太啊 就是中共的这个长青树 因为他说的话呀 完全是符合 那个就是疯狂的政党的 这种执政理念的 是吧 那什么事情你都要先这个 向政府啊 向汇报 先请示 不论这个结果是好是坏 那么首先你这个态度 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委员代表啊 莫名其妙的表忠诚呢 表完忠诚那种恶心巴拉的状态 他自己也不以为然呢 就是因为A 这个对于中共来说 态度决定一切 这是这个申纪兰 另外还有一个啊 这个代表 这个叫陈光彪 这个中国老百姓叫他彪哥 一个民间慈善家 他今年带的这个提案是什么 说没有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 那么在中国大陆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呢 就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也就是说初中没有毕业的人 你不能够生孩子 你没有这个生育权 其实我倒是很好奇啊 这个陈光彪啊 彪哥曾经也来纽约 做过这个善人 在纽约的大街上 给这个纽约的一些乞讨者 流浪者 发美金 好像我记得是 每人发了三百美金 当时也是 起码这个新闻是轰动了整个华语圈吧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那么陈光彪先生既然说啊 没有这个 经过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 初中没有毕业的人 不能生孩子 那首先第一可以肯定啊 这个陈光彪先生的父母 一定是上过初中的 起码初中一定是毕业了的 要不然这话不是啪啪的 上自己的耳光吗 那要不然他就是 就是非法生产了 是吧 他就不合格了 所以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 看这个陈光彪先生 他的父母 是不是 也是合乎 就是陈光彪先生 自己的这个定义 就他父母是不是 初中毕业了 才生的他 所以说来说去啊 你看这些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在两话当中啊 说的这些提案啊 我们用一个词来 总结 就是风言风语 啊 疯狂的疯 就是 多少有点这个病态状态啊 那自然了 这个中共这个两会 它就是一场大秀 是吧 你真话呢 你不敢说 也不能说 假话呢 你可能也想不出来 是吧 或者也不好说 那只有什么话好说呢 哎 疯话 但有病态的话 是最好说的 那么说真话的 有没有呢 风毛灵脚 当然也有那么几个 但是哎 这个说真话 往往得来的就是 这个中共的政权的封杀 比如说 在这一次两会当中 居然啊 有一位这个政协委员啊 就是这个 中国有八大这个民主党派 当然那个民主党派 中国是没有民主的国家 所以民主党派呢 就是一个花瓶 就是一个摆设 那么这个民进中央的 中国的这个 全国政协副主席啊 罗峰这个先生呢 就提议说呢 要让中国目前这个 中国境内访问 境外网站的这个网速啊 能不能稍微的快一点 别那么的慢 他给出的理由呢 说是要给那些 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当中 那些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 他们在访问 专门的科研网站的时候 能不能够啊 让这个国家网管部门 能不能网开一面啊 别说开一扇门 也用不着开一个小窗子 你就开一个小小洞洞啊 那么通过这个小洞洞 让他们也能够蹭点网 来看看自由世界的信息 就连这样一个小洞洞 都触怒了中共高层的神经 所以当他这个提议 出来之后 马上遭到的是什么 马上遭到的就是屏蔽 就是所有社群媒体上 全部把他这个信息和想法 全部删除 连一个小洞洞都不能开 那再比如说啊 还有这个 前不久我们特别关心的 中国的一个前媒体人 就是前央视的主持人崔宏元 他呢这一次一如既往的 又在两会上提了这个 他很多年以来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转基因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不用多句猜测 这个又是石沉大海 因为崔宏元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确实在这个陕西轻易矿权 这个问题上案件上啊 确实让这个中共高层有些难堪啊 甚至是让一些中共的高官 有一些危机感 所以他能够这一次平安的 或者说健全的出现在两会上 当然一方面不排除 这个中共有意释放一个信息 就是证明这个政权 还没有烂到那种程度 是吧 说让一个人消失 就让一个人消失 这说白了 也就是崔宏元 他这个影响力稍微大点 你影响力稍微小点的人 那说消失也就消失了 而且呢 保不齐崔宏元的背后呢 还是有一定的支撑跟靠山的 所以他在今天还能够健全的 出现在这个中共的两会当中 并且呢 还接受了这个相关媒体的采访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采访 明显也是非常不自由的 我们请导播放一下 现在他们一直往外改 因为他们看着你们在采访我 实际上都知道 不愿意让我多说 就是他们在这么改 我还在坚持说 这就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蒋村纠正了一些 所以我们不能说不好 对吧 但是我觉得纠正的那些 多艰难 在我看来 不纠正不行了 就不纠正都没有余地了 就说到前不久 这个中共的一些 冤假错案的纠正 这个崔永元说呢 是没有办法了 没有余地了 就是可能中共高官啊 高层啊 自己都觉得 这个事都说不过去了 或者说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关系 是吧 给他这个纠正过来 就纠正过来了 无伤大雅 伤及不了这个筋骨的事 也就这翻过来 那如果一个事 他会伤筋动骨的话 这中共啊 这铁板一块 是绝对不会翻过来的 他绝对不会因为 某些其他的一些社会声音 而来纠正他自己这个错误 这是异想天开 所以这个两会当中的 这个代表啊 言论啊 就是风言风语 听听也就罢了 你如果还想 这个从这个两会当中 你要是真还把它 我们通过这么几期的 节目下来 都已经把它说得这么细致了 这个两会 它就是一场秀 一场每年定期 定时间 定人数的 大家一起来表演一场 是吧 从这个大朗诵 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肉麻表演 到这个风言风语的提案建议 这就是一个大餐 就是一个聚会 您啊 要是还想把这个聚会 当做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 一个什么政治性的一个 决策会议的话 那您啊 估计也就是还没有 看明白 这场戏 它到底讲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接下来 用一个视频 来看看 这出戏 我们用简单的 两个小视频 来看一看 它到底讲的什么 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两会当中的歌舞秀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马总理能不能在会上提一下 不要让他们封我们的号 最后这个不知道是一位记者呢 还是一位这个什么人士啊 问这个中国这个可以说是互联网的一个巨头 马化腾先生啊 就问他 这个能不能让马化腾在两会当中提建议 能不能让中共的高层 中共的领导不封他们的号 这个估计马化腾当时内心在想 我要是跟他们说不让他们封你的号 我的号就给封了 所以你看啊 有唱歌的 是吧 有说笑话的 各种表演都有 各种聚餐 是吧 这就是个大秀 这个秀只在乎秀得好不好看 参与的人开不开心 哎 那么听的人呢 有没有被他们引导 有没有被他们领着走 那就可以了 那包括这个观众啊 你要真是来关心他这个所谓的提案 来关心这个两会的重要意义的 那你也莫名其妙的 也就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演员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再见